黄瑾瑜 请跟我来 现在让我们像快乐崇拜 来我们欢迎黄瑾瑜 大家好我是黄瑾瑜 西字如今可以给我们音乐风云榜的朋友多一点点问候吗 大家好我是黄瑾瑜 大家好我是黄瑾瑜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看到偶像就是这样子 看到这里你就觉得他触不可及 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在身边可以触碰得到 那我们今天邀请黄瑾瑜来到我们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 其实在微博上公布之后有非常非常多的fans 对我们有一些要求 然后at我们音乐风云榜 他们希望知道你的男友力到底如何 你们想知道吗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男友力 我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解释 你知道真正的答案吗 很有力的男朋友吗 很有力的男朋友 今天我们就给黄瑾瑜几个考题 这样好了我呢就是排除万难 争取到了这个角色 今天呢我要代表我们所有黄瑾瑜的女朋友们 扮演一下她的女朋友 我知道你们不同意 但是我保证我的双手规规矩矩的一定不会乱摸她 好吧 好我们第一个考题就想知道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很希望买一个很贵的东西 但是又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之内 那你将会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站起来一眼嘛 来 让大家看到 好现在我就是你的女朋友了 来整理整理发型 给她只话筒 哈哈哈哈 我们俩只有一只话筒 对 来来来话筒来了 来音响老师把李川的那个话筒打开一下 喂 就是现在我是有女朋友的人了是吧 就是我 然后你让我买一个我买不起的东西 那我怎么办 好我们就开始了好吗 好吧 好 那个那你想买什么东西 鱼 鱼啊 不是 我就喊逆称鲸鱼 嗯 别笑别笑 真真也好 鲸鱼 嗯 最近我表弟 白静庭 他新买了一个游戏的玩具 嗯 就是一个VR眼镜 你也买的 小白是不是 你们家有对不对 小白有一个 我也想有一个 他们家他是富二代 但是我家没有钱 我希望你给我买 这顿多少钱呢 嗯 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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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太点贵了 但是我买不起 2万 但是我买不起 买不起我怎么办呢 买不起我不开心了 我好难够 那我想跟你 认真地跟你讲啊 首先我给你抱个歉 这个东西 我可能现在 没有能力帮你买 但是我希望你相信我 我通过我的努力 我会把全世界你喜欢的东西都买回来 然后告诉你那些东西都不如我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如你的 什么 人啊 这个吗 我收到了 你会怎么做 手机砸了 来 真的要砸吗 来我来试试看啊 看你怎么处理 好忙啊每天 每天这么多事儿 我表弟又要上学了 对 宝贝 他又要演电影了 谁的 怎么了 那个 你在看什么 我 我就是很忙 我是我表弟的经纪人 那你不能一直不理我呀 你自己旁边玩去 你怎么这么低头看 警罪能受了吗 哎呀 不管这些了 不管这些了 你自己旁边玩去 我跟你讲啊 你低头看一会儿手机之后 你就这么抬头看看我 是不是感觉脖子舒服多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哎 能再来一遍吗 我好尴尬啊 黄泉泪奔着离场 你会用比较亲密的方式 对不对 尽量还是亲密一点嘛 哇好棒啊 来表弟 接着我的手机 我要拥抱一下我的男朋友 拿好我的手机啊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邀请到了黄菊瑜 来到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兴 然后呢 刚刚跟锦瑜聊 他今天很遗憾说 哎 我还没有音乐的作品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呈现 我们也希望 黄锦瑜除了男友力 越来越man之外 他还有更多好的影视作品 和音乐作品 继续带给我们的朋友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黄锦瑜 谢谢 接下来的 roads м 是什么男的 好吧 你可以升起来 来交给大众这是男的 要让你有 谢谢大家